国阵公正党和伊斯兰党支持者今天一大早就聚集在旺沙马珠投票站一带为各党候选人助阵 国阵候选人姚长璐、公正党候选人以及伊党候选人拉查理 九点钟准时抵达提名站门口准备登记成为旺沙马珠国席候选人 不过一切似乎没有那么顺利 旺沙马珠提名站今天早上出现了全国瞩目的小插曲 也就是公正党候选人陈怡桥把他的身份证遗忘在书邦在野的住家 虽然选举官先允许他用副本来完成提名 但是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他的身份证都还没有送到提名站 眼看就要快到十点钟了 公正党决定启动后备行动 马上派出一人以独立人士身份办理提名 以免公正党未战先败 但上天似乎还眷顾陈怡桥 虽然期间姚长璐和拉查理曾经反对 不过选委会最终决定接纳陈怡桥的提名 也就是说旺沙马珠国席确定上任三角站 拉查理百般无奈 但选择接受和尊重选委会的决定 反观姚长璐则有不同的看法 既然现在选举官决定可以进选 我们就交给我的法律基础 姚长璐透露选举条例阐明 候选人必须以身份证正本来办理提名 否则不符合资格 但是选举官却告知 身份证副本的人像是陈怡桥本人 所以选委会才会接纳提名 因此他决定保留上诉权利 李小彤 吉隆坡报道